台湾密尿科發展史 這一次呢我們特別到了新店更新院的安坑院區 請我們的這個我們的院長廖俊厚院長 特別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端於這個台灣密尿科發展史裡面 他在這幾任理事長任內 他都協助了很多不同的領域 那請他今天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大家好 那我是廖俊厚醫師 那目前我是在更新院的服務 那我本身也在福大醫學院擔任領床副院長 那事實上我在密尿科的領域其實接觸比較深的主要是在 尿實境防治協會和功能性密尿學這一塊 我們的台灣尿實境防治協會 我們事實上這個協會其實有相當悠久的歷史 我現在第九屆的理事長每一屆三年嘛 大概在二十幾年前大概在一九九七年的時候 那時候是江漢森校長李登榮理事長郭漢宏教授幾位 他們可能去歐洲參加一個國際性尿實境防治的協會 在旅途過程中發現說 事實上國外對於這一塊的重視度相當高 那這一塊其實不只是醫師的參與 法案副理師 法案副健師 甚至醫師不只是密尿科副長的醫師 事實上這一塊的造物其實常常需要透過多團隊的合作 才能夠完成 所以當初他們就成立了尿實境防治協會 那事實上這是跟國際有接軌的 國際有所謂的ICS 國際性尿控協會或尿實境防治協會 那台灣就台TCS 那事實上這一塊領域不只是在台灣 在日本有所謂的JCS 日本的尿實境防治協會 韓國有KCS 所以事實上我們整體上在亞洲這一塊 事實上我們有相當好的連結 包含跟日本 韓國 甚至中國 大陸 我們每年都有定期舉辦我們的 就是亞太的翻料空一個協會 所以這一塊我們相當連結的相當好 那也透過這樣一個國際的交流 不只是那個做一些學術的交流 也讓我們的招呼的品質做更好的提升 那我們尿實境防治協會的成立是在1997年 當初第一任的理事長是江漢成校長 那第二任跟第三任的理事長是林登龍教授 那第四任跟第五任的理事長是郭漢彤教授 那第六跟第七任的理事長是莊奧吉教授 那事實上我本身參與這一塊 主要是在2010年那時候可能跟郭教授有做一些研究 那其實我本身是在台大訓練 那台大訓練的過程中 其實我們每個住院醫師都會去 發點實際去在功能性泌尿學這塊做一些學習 那在2010年開始跟郭漢彤教授有做一些臨床上的研究 那透過這樣的研究 慢慢在這方面對這方面的病人照顧 能夠做更加的提升 大概那時候就在他莊教授的任內 職業六年的秘書長 然後後來我職業理事長六年 所以在這一塊其實大概有12年的一個 對很長的一個歷史 對很長的 那你特別有在我們幾任的理事長中 協助了很多有關於尿氏精的相關領域 可不可以在這邊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哪幾個理事長大概做了哪些事情 也跟他們來做一些互動 其實我想這幾任理事長任內其實我都有參與 那事實上當初我那時候就是最早跟這塊有接觸應該是在黃醫生理事長的任內 當初那時候在尿氏科醫學會裡面有所謂的婦女尿氏委員會 那時候主委是盧辛華教授他找我當副主委 所以那時候事實上就開始在這塊領域有做一些接觸 那黃醫生教授之後後來就是郭教授 那郭教授他郭理事長的任內 事實上他覺得我們這一塊其實所謂的功能性泌尿學不只是婦女泌尿學 所以他其實那時候他其實他有蠻大的期許 要把這一塊領域做大 所以他除了婦女泌尿委員會之外 他要成立了監視性膀胱炎委員會 還有前列腺委員會 所以他希望把各個領域都弄起來 所以這一塊當初就有不只一個委員會的成立 那時候他是有找我當副秘書長 那時候就是我去做這方面的一些統合 那這一塊的話事實上當初是希望透過各個委員會的設立 然後能夠讓各個領域都能夠大家有發揮的空間 可是事實上密尿學領域相當廣 所以在蒲詠校理事長的任內 他就希望說我們既然是同一家 是不是我們用分組就好了 所以把這幾個委員會把它統合成所謂的功能性委員會 所以那時候在蒲詠校理事長的任內 其實我也是有去做協助這樣一個統合 那事實上在後來的吳文正理事長 他有請我當功能性的副理事長 所以事實上在這一塊一路走來 事實上對這一塊泌尿科的發展其實都有參與到 是 您剛剛特別講到功能性這個問題 他的眼鏡這一塊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說我們排尿 就是說我們以前治病都只有治說 啊 結石把它拿掉 癌症拿掉 這只是治療疾病而已 可是事實上我們知道排尿的功能對我們是相當重要 我記得以前報導一個前輩說的 事實上能不能夠控制我們的尿癒 事實上是我們男生增員的最後一道方線 當你連自己的尿尿都沒辦法控制的時候 很多事都沒辦法控制 那過去我們就是說 例如說前列腺我們只主動說肥大 划刮足就好了 可是事實上很多小便的問題 不一定是攝護腺造成的 所以如果我們只治療攝護腺 事實上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在意的是整體功能把我們的攝護腺 把我們的尿道 把我們的擴躍肌 把我們的盤望 整體功能的完整 那這個時候除了說手術之外 實上有很多檢查 這是很重要的 例如說我們的尿路動力學檢查 甚至近一部分錄影尿路動力學檢查 我們除了構造之外 我們更著重到它整體功能的評估 那希望透過精準的診斷 能夠得到更好的治療效果 因為您剛剛特別講 功能性的這個委員會 跟我們的這個尿濕進行防治協會 它既然泌尿科下面有一個功能性委員會 那尿濕進行防治協會有一個學會 那在台灣泌尿科發展室裡面 這兩個變得好像一個委員會 一個是學會 那這個部分到底是怎麼樣去分工呢 其實從以前到現在 幾乎都是結合得蠻密切的 就像當初就是泌尿科醫學會的功能性 副女泌尿的主委 是盧教授我是副主委 那我同時又去兼了尿濕進行防治協會的秘書長 所以我們此兩個活動是一起的 那我現在是尿濕進行防治協會的理事長 那我的秘書長是林志杰醫師 他本身也是 泌尿科醫學會的功能性委員會的主委 所以歷屆從盧教授一路到現在的林志杰主委 所以歷屆的功能性委員會的主委 都是我們尿濕進行防治協會的重要成員 這幾位主委 其實要嘛就是我們的理監事 要嘛就是我們的理事長或秘書長 那事實上我們在這一塊裡面 我們的活動幾乎都是一起辦的 所以事實上我們兩個是非常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幾乎都是通常的一群人在做一樣的事情 是是是 最後我想請教您 我們這一次在做台灣泌尿科發展史上面 您特別提供了我們很多你的經驗 那也可不可以用你的小度跟你的想法 去想想看 就是在台灣泌尿科發展史裡面 有幾個部分你覺得是特別在所有 密尿科裡面是你覺得在印象中 最深刻的幾件事情 你想來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其實我覺得 密尿科醫學會的理事長 每一任其實都做了蠻多事情 因為我比較有參與的是 黃醫生理事長 黃醫生理事長其實當初他 那時候就是有跟EAU有做一些開始交流的一個接觸 那郭漢總理事長 事實上他當初 事實上他做了蠻多制度的變革 事實上當初學會的一些秘書 原本從一個變到後來變成七個 他那時候的現在年會的 agenda 這跟他那時候設計都是以那時候的草稿 那甚至那時候的 E school的建立 很多事實上是在國底事長任內完成的 那林理事長他事實上也在很多地方 例如說像民眾衛教這塊他也很重視 他那時候也找到當民眾衛教委會主委 那希望說跟EAU更密切的結合 學EAU要不只是針對 醫生教育跟民眾教育這塊也有做 那再來的話 湖理事長他又是把學會的制度又做一些整理 他那時候找蔡忠祐當秘書長 那事實上他把各個委員會有去分成 事務性委員會跟功能性委員會去做一些調整 所以事實上每個理事長其實都做了很多事情 對我們學會的發展其實都是一點一點的接 讓我們學會的架構更完整 那制度也更完善 是 這次我們非常謝謝我們廖俊厚醫師 特別在跟我們分享當年他的一些回顧 那最後你可以跟我們所有的會員來講講看這一次 你對於未來的不管是理事長秘書長 有沒有什麼一些建議給他們 在未來在台灣泌尿科發展史上面 可以有哪些可以持續推動的 我想其實泌尿科人才積極 所以這尤其這幾年來的泌尿科醫生 我相信都是國內的醫學生裡面 我相信最精英的一群 我相信都是很優秀的 所以只要大家能夠團結 然後方向一致 我覺得相信未來泌尿科發展一定會越來越好 是 謝謝 謝謝ons院長 謝謝 謝謝 謝謝